台湾国际报 The Taiwan Times制作播出 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节目 欢迎收听台湾国际报 我是又婷 马上带您关心今天2月12号的国际新闻重点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这几天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台湾国际报迎来第三季啦 我是新一季的主持人 我叫又婷 也可以叫我又婷哦 谢谢大家前两季的支持 接下来第三季也会继续带来更多专业的新闻报道 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咯 帮假的时光总是特别短暂 九天年假咻一下就过去了 过年期间大家有吃好 睡饱 养足体力吗 我还真的是从睁眼到闭眼都在吃东西呢 希望大家过年期间都有玩得开心 新的一年都能万事如意哦 好啦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国际新闻吧 今天要带您关心利比亚竟然出现两位总理的现象 以及爱迪达发布25位女性裸胸的照片 还有俄罗斯选手陷入竞要风暴的新闻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吗 那就赶快跟我一起听下去吧 首先第一则带您关心有关爱迪达最新广告的新闻 这个运动品牌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爱迪达2月9号时在推特上发布一则贴文 写下 我们相信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女性乳房都应该得到支撑和舒适感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内衣 并附上support is everything的hashtag 而充满争议的则是这篇贴文的附图 并不是配上新款运动内衣的形象照 而是25位不同肤色胸型的女性 完全没有打上马赛克的乳房照 这篇贴文一发布马上就掀起热议 网络评价非常两极 有人认为这样的行销方式作风大胆非常了不起 把这些照片色情化的人根本搞错重点 也有人认为消费者想看的是内衣而不是乳房 对这则广告感到非常困惑 对于批评爱迪达回应 把人体正常化并协助激励未来世代至关重要 芝加哥罗亚拉大学行销学副教授德伦特表示 大多数的广告形象照都是告诉消费者 你可以变成这样 但爱迪达则是选择告诉消费者 我们看见你原本的样子 加州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史特林持反对立场 认为爱迪达只不过是为了销售运动内衣 选择发布可以引发流量的贴文 认为他们试图把物化包装成解放来卖给消费者 接下来为您带来一则跟环境有关的新闻 一提到澳洲的动物 大家一定会马上想到袋鼠以及喂熊吧 澳洲东部本来应该是有带动物的气息地 但是近年来气候变迁 常常出现极端气候的现象 而澳洲本身也有长期干旱 甚至是森林大火的问题 根据半岛电视台报导 就在昨天澳洲政府宣布 包含新南威尔斯州 澳洲首都特区 以及昆士兰州共三个地区 将把伍威雄列为冰为物种 伍威雄从本来不在名单上 到被列为义为物种 再到现在的冰为物种 其实也就是在这短短十年间 也就是说 吴伟雄的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快速下降中 澳洲环保部长李一表示 我们正在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来保护吴伟雄 也强调政府承诺会提供5000万澳币 也就是约新台币10亿元的资金 来实行这项计划 世界自然基金会澳洲分会环保科学家布兰奇表示 除非有更强的法律和奖励政策 来保护伍威雄的森林家园 否则无法阻止伍威雄走向灭绝 接着带您关心从加拿大开始扩散的示威活动 疫情仍然在全球延烧 世界各地持续研发各种对抗新冠肺炎的疫苗 大部分的国家以呼吁的方式请民众尽快施打疫苗 而加拿大则是选择使用较强硬的方法 定下如果没有接种疫苗就必须隔离的规定 但是还是会有民众对疫苗存在疑虑 或是因为宗教等因素不愿意施打疫苗 这也成为了这次大规模抗疫活动的原因 这起示威活动一开始发生在1月22号 一群加拿大卡车司机因为不满疫苗接种令 组成自由车队前往首都沃泰华进行抗议 一开始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只认为是个少数人的抗议活动 却因为卡车司机从最初的沃泰华 一路堵住多伦多、魁北克的交通 更堵住了能够从加拿大通往美国 汽车大城底特律的重要路线大石大桥 严重的影响到了两国的经济 美国开始施加压力 敦促加拿大使用联邦权力来解决问题 杜鲁道则在今天承诺拜登会迅速解决 不过他也说明动用军队不在政府认真考量的范围内 但同时他也告诉记者 任何方案都有可能 因为这种违法的行为必须结束 也终将结束 即使美加两国都警告 这次的示威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经济 加拿大自由车队行动还是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 纽西兰、法国、比利时、澳洲 都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抗议活动 接下来带您关心利比亚总理闹双包的新闻 利比亚是北非石油大国 境内总是冲突不断 甚至在2014年分裂成东西两个政权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导 东部阵营把持的众议院在10号时宣布 前内政部长巴夏佳通过新任总理人事案 将担任新总理 而领导西方阵营的德贝巴在去年2月为了稳定总统大选前的局势 被任命为临时总理 协助联合国及西方国家推动利比亚的和平进程 而德贝巴则表示会等到总统大选举行之后 才会将权力交给民选政府不愿意下台 造成现在利比亚出现两位总理的现象 利比亚本来应该在去年12月24号举行总统与议员的选举 但各方仍因为大选规则和时程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选举只好被迫延期 前英国驻利比亚大使米列表示 许多国会议员只想保住自己的工作和特权 而不是想要让选举顺利进行 巴夏加在哈夫塔军队的支持下挑战德贝巴 联合国则在10号宣布会继续支持德贝巴政府 同时存在两位总理恐怕会产生平行政府的现象 不少分析人士都担忧 利比亚的冲突将会卷土重来 最后一则新闻带您关心体育最新消息 现在正值北京冬奥期间 大家有特别关注哪些项目的比赛吗 去年有关注东京奥运应该大概知道 俄罗斯的运动员是使用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的名义参与比赛 原因在于他们被怀疑系统性服用禁药 切与禁药检验单位捏造药检报告 因此俄罗斯的运动员从2020年12月17号起 为期两年不得以国家代表队的身份参与奥运会 帕奥会以及世界锦标赛 而这次北京冬奥 俄罗斯奥委会原先赢得团体花式滑冰金牌 却因为法律问题暂停颁奖典礼 拥有天才少女之称的15岁花式滑冰选手 瓦利耶瓦是第一个在奥运会上完成四周跳的女子选手 带领团队拿下金牌 但却遭国际药检组织ITA表示 她在去年12月时有一项药检并未通过 被验出含有曲梅他禽的成分 这是一种治疗心脚痛的药物 但因为这种药物能够提高身体性能而被列为禁药 而俄罗斯反兴奋剂组织却解除她的竞赛处分 让她得以继续参加北京冬奥的比赛 对此国际华兵联盟提出上诉 并要求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恢复瓦利耶瓦的暂时竞赛处分 体育仲裁法院会在2月15号瓦利耶瓦的个人赛事之前审理此案 结果出炉之前将不会颁发团体赛的奖牌 今天的最后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句电影台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呢? 故事讲述男主角希望成为他眼里那些非常幸福的人 靠自己努力换来久违幸福的故事 底头有一句话 You got a dream, you got a top or deck it 如果你有梦想,就必须捍卫它 追寻梦想的道路一定不简单 但一定要付出,才有机会实现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台湾国际报的内容 本节目由了Tawantize制作播出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希望你们能喜欢今天的新闻内容 如果对节目或是新一季的主持人们 有任何的建议、想法或是有想听什么主题的新闻 都可以到Apple Podcast留言告诉我们 也可以到台湾国际报的IG或是FB 看看我们更多主题的报导哦 我是又婷,我们下次再见